Nina Gold 我們兩個嘴巴認識的 那菲洆是畢業點 新華大學的教育職業系 那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可以來替大家來做這樣的一個商務員 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讓大家去回覆一下 從最早開始的是1978年的超人 然後直到最近現在 最近Marvel 瘋狂的小刀險 然後試著用各種方法攪取他的頭帶 所以說我們現在馬上就開始我們今天的 topic 第一個 Why and How 我們先講一下超級英雄他就是開始 為什麼要做過電影這個形式 那畫面很好啊 在美國都很不錯 為什麼 是因為他是一個 沒錯 Single Platform 就是他是一個更簡單的平台 幹嘛 賺錢 就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 大家應該都知道 如果你們有上行兩千道 其實在台灣 你要現在一個網路比較方便 你可以透過App等等 你可以直接去線上 做用很簡單的方式來看這些漫畫 可是基本上之前 大概在五年前 十年前 其實並沒有這麼多的管道去接觸這個方法 所以說基本上 像亞洲地區 然後歐洲地區也沒有像美國這麼盛行 所以說基本上他們賣漫畫 透過漫畫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基本上只有美國本土的人可以探本水 然後對他有保證 可是實際上 他很簡單 就是這是一個商業的模式 對 所以說他最重要的重點還是要賺錢 所以他是一個更好的賺錢的平台 Hop 沒錯 就是做個MovieMovie 然後一系列的Movie 你本來就是貓 萬物貓 講到這邊我答插一下 其實我這邊想要提供給大家一個 我覺得看超級不同的視頻 基本上之前老師常常 有上過老師的分應該都知道 老師來這邊不是真的要告訴你們一些 為什麼他的衣服 他是馬克拉拉號 他這一套長什麼樣 然後跟前一套有什麼不同 他的輪氣多了什麼 然後誰跟誰打神會有 就是拜託 各位同學 大家都要慢慢長大變成熟 要接觸最不可怕的世界的時候 希望你們不要再抱持這樣的天真浪漫的思想 因為呢 英雄 你們要記得這一件事 就是漫畫 電影 美國超級一種 他其實就是一個XD 他是一個撰寫的東西 不過 當然我並不是說這些漫畫家 跟這套的東西 他們都沒有任何深度的 因為的確透過這些作品 他們有一些想要傳達的東西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能夠同時 從他要撰寫 他什麼樣要商業的東西去出現 另外一方面是 OK 靠到這個部分 我們講的比較Original的東西 就是他希望從這個作品裡面 他能呈現 還有告訴觀眾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同時 從這個點的方面去做 去做 去做 好 我們直接從 Superman開始 呃 這裡面 大家最熟悉的是哪一位 小公尊的 超人前 克里斯多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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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OK 沒錯 站在正中間這位就是 克里斯多不理 克里斯多不理 呃 不知道他的主角 OK 好 那你們去可以 可是會不會想會看之前超人 因為現在看起來很難看 他是 他是 其實我說真的 再回去問爸爸媽媽 你問他們超人是誰的時候 他們超人 這就很像 呃 James Stone 他的一個 他也有一個代理的詞 那之前 但不過James Stone可能有很多代 那可能在我爸爸 他們覺得就是 呃 神他要來 可是在超人來說的話 基本上 在我們 比我們大一輩來說的話 克里斯多不理 他就是一個最好的意思 不過 呃 很可惜他在前幾年的時候 呃 呃 他其實後來 他其實後來 在超人之後 他的生活其實 並不是那麼順利 那之後這個 我也會覺得 然後再來旁邊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 你可能不太熟 最旁邊這個 Brandon Rue 他是 他是 Superman Returns 就是 在現在裡面 我之前有一部超人在 實在有印象嗎 中間還有 中間還有一部超人 去 前年吧 就是前年做的 對 那其他內容也不錯 但是 回想似乎沒有非常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又 再重新找了 諾蘭來監製 然後拍沒有 是第二個原因 那 其他這幾位呢 其實基本上 他們很多都是 因為超人他不是電影 他有看過很多TV series 就是電視影集的 然後繼續呈現 所以其他這幾位 基本上都是 電視影集上面的主角 大家看到最左邊 左邊這一位 可可 他演 他演完超人之後 演完超人TV series 他的TV series 其實非常好 他演完超人的這一系列影集之後呢 就找不到工作了 好嗎 就很奇怪 我其實 我其實也並不 我沒有花很多成績 但我其實也很辣 沒有尊信 因為照理來說 大家都覺得演完超人的東西 應該要懂 實際上呢 不只是他 其實真正的 Christopher Reed 他的成名 他的成名代表作 也就超人這一部 他演完超人的東西 其實他在其他電視上面的表現 也並沒有非常舒適 而且 也並沒有因此演完超人的大 好大 所以說 然後呢 這個可可他在 老年的時候 得了痴呆症 然後 1999年的時候 弄死 再來 呃 再來看到 George Reed 往左邊 左邊數過來第二位 他也是 一個TV series裡面的超人 那他的這部超人也非常猛 他1959年的時候 舉槍自己 自殺 而且 這個 就是這個事情 也是蠻離奇的 因為 究竟四次自殺也不太清楚 因為晚上還有人會看到 他跟他女朋友失敗 但是後來 反正這也是一個Mystery 他的死因其實到現在還蠻成名 不過目前 暫時歸咒的話 就是自殺 因為沒有看到其他的難度 然後Crystal Reed 他是1995年的時候去洗馬 然後 一摔 就摔得 全身 癱患 所以大家 對 大家應該後來稍微 對Crystal Reed 比較有印象的時候 其實應該看到的都是 他就在女生 沒錯 應該比較 比較不是看到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一距離敲雜的樣子 其實他 我老媽 我老媽之前 在很小的時候 他看這個新聞發生的時候 我對他有印象 他很難過的告訴我說 兒子 你知不知道 老媽心中的超人 從馬上穿起來 然後全身癱患 然後我那時候很小 我想說 我就沒有看過自己的超人 我怎麼會知道 對 那基本上 我想這個對很多 我們大 就在我們 父子輩來 來 來看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蠻可惜的 而且他到後來 的狀況 身體狀況 因為他全身癱患 他隨時都需要給他照顧 他大小便 吃蛋 沒有餐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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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說要頸椎 他的頸椎底下 是全身癱患 都沒有辦法 所以蠻稀纏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可是我覺得 Crystal Ring 因為為什麼他在這麼多影迷裡面 我覺得心中的報酬很大 因為他的 我覺得他給人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正常 即便到他後來做文明的時候 他其實常常有做有機會 他在公開場合見面的時候 他都還是會散佈一些比較 正面的訊息給大家 然後並且告訴大家說 大家千萬不要擔心 我現在還過得很好 然後 會把一些最近的時事 他也會發展到大家的想法 所以說 我覺得他是真的 我覺得在心目中 他還是一個 有沒有人操的 Crystal Ring 我非常 非常興奮陪他 就如我剛剛說 他在2004年的時候過世 那再來 另外講一個就是 Margaret Keeter 他是Crystal Ring 在演Crystal Ring裡面 他演Louis 他是Crystal Ring 為了女朋友 在裡面演他的女朋友 那在1996年的時候 好像 1996年開始 就在開始精神上 出了一些問題 後來還跑到鄰居 好像我原來最大的 然後背景巢抓到去 所以 連演演唱會女朋友 都會得到這個地步 然後另外就是一個 叫Bot Florian 他1996年的時候的 超人動畫的配音 那大家想說 我沒有演 沒有 不是現身 今天沒事 今天就不是這個樣子 他在1969年的時候 神經系統 因為神經系統的起病 暴敵 所以你們自己說 接下來演藝老師 有這個 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 應該拿的那個 開的價錢嗎 不然這個 真的 演完這部一千年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有 再來 The Amazing Spider-Man 這是最新的Spider-Man 去年的時候 應該是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這部大家應該也都看過 我覺得 這部Spider-Man 跟前一部Spider-Man的差距 其實就已經出來了 我讓大家有沒有發現 時間並沒有差非常 並沒有隔非常遙遠 可是我覺得 這一集非常好笑 他裡面有很多樂趣 可是 你說這個好笑 我覺得這個好笑 反而是忠實的 因為Spider-Man在浪畫裡面 就是一個不成熟的小鬼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 他一直相信的Avengers 大家都看了吉他 怎麼不太想 在去練習 在原作的Avengers裡面 Spider-Man 每次都試圖想要 就是一起當團隊的一份子 可是就沒辦法 他就看吉他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不夠成熟 看幼稚 所以他那種 畢竟高中生嘛 你要他多成熟 所以 TheMadeSpider-Man 其實裡面 有些搞笑的片段 我反而覺得是很貼近 原來Spider-Man這個系統 所以現在大家趕快 告訴我一下心情 K-K-A-S 台灣的翻譯是 特攻聯誉 那 因為你也知道翻譯嘛 我是要顧習一些 每次都會說 踹爆他的屁股 他這樣 覺得搞不好 然後會帶來小鬼子去看 但是不會 K-K-A-S 其實 整部片的風格 黑色幽默 血腥暴力 彰化 可是很有趣 他並不是 真正的那種虐殺 然後很恐怖 輕手 他是用一種 很威視 很威脅的方式 可是他講的東西其實又 其實 大家都知道 這四個人 沒有一個有超能力 K-K-A-S 沒有任何有超能力 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 只是想要洗澡 而且 K-K-A-S 這邊看過K-A-S OK OK 我現在想要看 這個他這上間衣服 加上哪 有嗎 Ebay Ebay 前身旁頭 整個就是 落到 一個東西 那這一面 他的 Smark Miller 跟John Robinson Jr.的作品 然後在100年的時候 是拍的 那這一面幾個人物 K-K-A-S 因為我覺得他這種男孩 很好笑 就是 就是屌爆小 然後 他的Big Daddy 就是大老爸 然後他的爸一樣 那大老爸是什麼 大老爸是 都是 然後再來 Hit Girl是超瞎麗 然後 Badness 代表也是反反 事物 那 這整部片就是 其實 很爭議 為什麼很爭議呢 因為他裡面髒話 才太多了 然後 我還有看到一個 一個 額外的新聞 就是在說 很多家長就反映說 那個 Hit Girl 年紀輕輕 然後就在罵髒話 然後小朋友帶小朋友去看這部電影 然後小朋友就想要學壞 然後那演Hit Girl的女生 還說 沒有我平常我可以這樣一天 我都不敢那邊髒話說這一些 然後我就覺得 對 所以說 就是 裡面大家看過 就是沒有看過 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很好笑 可是很好笑 他一定有一些地方也是很值得問問 因為他 他的這個表達到 Hit Girl的形式 太不一樣了 我那時候 以為的指數 沒有想到 他現在是DC的作品 他是DC的 真的演過漫畫的作品 就是King Cass 他是直接拿到外面 OK 那King Cass 講完最後這一步 就是我們的情緒 他就是震盪很大 因為這三部電影的情緒 都是不一樣的 當然應該也是 如果算中低的話 那天一開始是超High 那這部電影的話 就是超低氣 那大家也有一個很大的 幫他洗一下情緒 Washman 嗯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 我以前 我那時候有看Washman 我就是 我就是那個眾多看Washman 然後抱著錯誤性感看他的 大家一看Washman都是 超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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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洗袋看到沙爾 他有被獨家 然後痛病 結果整部片就是 悶到也不行 表超級英雄 他表超級英雄 而且很像歷史、寫實劇 好笑 可是問題是 因為Mavion我看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看電影 我對這邊都演Coin 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很無聊 後來我就是上了老師的課 我現在是新大師上了老師的課 然後那時候 我重新回去看老師 整個 整個體驗是 完全不一樣的 我以為這樣 好好好 對 老師是大家的心靈寫的老師 幹嘛這樣 好好向他效仿一下 對 老師很厲害 我那時候沒有他再去講 我真的 我還不知道老師很厲害 在什麼 OK Writer是Alan Moore 那Alan Moore的話 他的作品也不只這一部 例外還有一部很有名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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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Alan Moore 除了 我要除了例外還有很有名 所以你不知道 例外 對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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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也是覺得 其實 就是這個人怎麼可以戴個 蒙面俠 是不是都比他帥 你要蒙面出來 你也要帶個比較帥一點的面具 他戴個什麼爽巴拉西 然後笑著那種鬼鬼姓 可是問題是 我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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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推薦大家 我有看意外的 然後Alan Moore 他 他有一個堅持 他 不想 他是非常不願意被 他對自己的漫畫有很大的堅持 所以他 他對 基本上對 有導演也要去改變他的作品 這件事 他其實非常感冒 而且反感 那 後來是 因為展短的一些原因 OK 最後還是被 被 被 就是 有拿到版權 然後拿來改編 那不過 好在 Zaizinger他其實 並沒有 他其實並沒有 背離Alan Moore很多 剛好相反 他其實是蠻中 已經是 我覺得 已經做到很好 不過Alan Moore還是不滿意 對 Alan Moore 後來還是說 他覺得 他就是 就是 他覺得 電影要不要改變他的東西 你要百分之一百一十的 把他那種畫面 又搬進來 也不能有自己 就是 你要誤完完全去照他的意思 那 基本上 其實我覺得已經非常貼近了 這台Alan Moore很滿意 那時候其實同樣出版Alan Moore 另外還有一位 跟他一起畫畫畫是吧 另外那一位 他就說 他就反駁 Alan Moore 他就說 我覺得電影明明就拍得很好 你還要怎麼樣 對 我這邊 我這邊放 右邊這個 其實是幾乎 他電影後生的 因為他的漫畫 都小就一樣 都已經說 像我都還不知道這個作者 那裡好像 該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再來這部電影 電影裡面 他有兩張 照片 因為他們是 呃 這些群人裡面 因為看過Washapon 好像還不少 大家應該都 如果沒有看過 真的回去看一下 經過我現在是少 希望可以 有一點出錢的概念 給我去看 這全部影片大家 應該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超特別是什麼 就是 賣卡 對 都晾成這個樣子 又是他穿LED 對 大家說 他是這一群人裡面 唯一有穿衣 其他人 跟KiKi 對不起 KiKi 他應該還是KiKi 他應該還是KiKi 其他人都是正常的 只有剛剛賣卡的 是死後 然後在復活 所以說他被肢體分解 然後再重置 然後就變成一個 幾乎跟神一樣厲害的角色 所以他就是爆牆 然後其他人都很累 然後這邊兩張照片 是1940年跟他們後面 重新一堆老骨頭 重新出來的時候 的反應 就是他們 而且他們大部分人都有兩代 他們只有 校將 校將是同一個 校將是同一個 同一個 同一個 可是他們是 他是貫穿兩代 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 所以 這是一個 反比 那 其實這個 在漫畫裡面 是一模一樣的畫面 就是 漫畫到底怎麼樣 OK 然後現在這邊 就是 剛剛是拿歷史的梗出來 他現在拿 Superhero的梗出來 對 右上方 是在電影裡面 他們有示威畫面 然後示威畫面裡面 就是有 拿超人出來燒 大家看得出來嗎 拿超人的 超人的梗出來燒 下面 下面呢 下面 下面 就是 下面就是 下面就是 這是什麼 大家很厲害 這個是拿 蝙蝠俠梗出來的梗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第一點 第一點 這個 這個背景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這個是蝙蝠俠 第一期漫畫的背景 第一期漫畫的背景 對 第一期漫畫的後面 然後第二點 這邊也有這個字 看不清楚 Gotham 這是高坦 所以竟然 就是 Washman跑到高坦室裡面 去 去 去殺壞蛋 所以就是 有點就是 拿 拿 拿 給出下 然後 這邊第三個 這是 福士德 福士德的英文 福士德就是 Roseway他的老爸 去 歌劇院 這就是 然後 這就是 Roseway的老爸 這就是 說實際上 怎麼會在這裏 這裏 怎麼會在這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